Hello everyone,大家好,我是猪猪,欢迎光临我到明星八卦吃瓜系列的节目 今天我们来讲讲花生语豆盘 但吃瓜虽吃瓜,其实我的主旨还是想通过讲解明星盘的案例 给大家科普一些八字小知识 上一期我来讲正爽的时候,据说很多同学 你们说你没有八字知识也听懂了 你们非常优秀,祝贺你们 八字实际上是一个认识人和断识的非常好的工具 它难可以非常难,但是我尽量把它讲简单一下 让大家也都能看看自己的盘,了解个一二三 花生语呢,这个盘它的时间是不详的 但前面这些都是详的,对吧 1990年2月7日出生,跟五年,物营月,鬼卯日 还有这个叉叉时,我不知道 然后今天这个盘呢,实际上我想给大家讲 我总结了一下大家比较有兴趣的点 我真的是很,好的,第一个还是感情 OK,我待会儿说说感情,这个就纯八卦部分 然后第二个部分的话,我想讲一下 食神和商官以及财心对于明星 尤其是男明星的作用力 从它的发迹史,我们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这一点 花花的盘是一个非常好的 就是棒着财心在曾飞的一个火星人的盘 然后接下来的话,第三个是关于表里不一的性格 这是很明显的一个,然后我还做了一期 你们最近也会看到无心的盘 哎呦,那也是个表里不一,那个表里不一的看得人心疼 这个表里不一吧 其实我看了它也挺累的,好吧,待会儿再讲 那我们来讲一下这个,第一个是关于感情这件事情 这个八字呢,我们它的日元是鬼水 我上次讲那个郑爽的时候我讲过 它的日元是爽妹子是甲木嘛 甲木的话它就是一棵树 然后花生雨它是鬼水 鬼水它是什么东西呢 你就把它想象成我们的山间的溪流 或者是更抽象意义点上的 所有大自然中的纯净饮用水 饮用水水源 比如说天上下来的雨 你把它想象成一个森林里的动物吧 你敢喝哪种水,你会去哪里喝水 对吧,如果下着雨 然后这个雨滴下来的水或者是成了泥塘 其实是安全的,是OK的 因为,对吧,雨经过这个蒸发到天上 然后再降下来的过程 肯定是没有什么杂质的 下的雪也是非常干净的 所以这都是安全的饮用水水源 然后接下来呢 还有就是很重要的山间留下来的小溪流 比如说从溶洞里留下来的那些清澈的creek 小溪 这个就是鬼水的本质 所以鬼水的重点就是clean 非常非常的干净 所以鬼水做命的同学们 你们也自己知道 我们是干净的水 或者你可以说你是矿泉水 也可以,那确实是农夫山泉 所以这样的一个 作为这个这样的日元的八字 我们想想看 你把自己代入一下 想象成一条小溪 你要干什么 你需要很大吗 你不需要很大吗 你跟那种长江黄河水是不一样的 你只需要清澈 所以这就是鬼水跟另外一种水 人水 下次我想到人水明星的时候 比尔盖奇就是人水 很多大人物都是人水 人家就是大江大河之水 长江黄河之水 海纳百川之水 人家在于流动 他不怕杂质 混就混 没关系 混老子就显得更加大气磅礴 鬼水不一样的 鬼水做命的呢 我们要的就是干净 要清透 然后不需要很大 但是我需要我的整个河道系统 是非常稳固的 所以呢 这种河道系统跟什么东西最搭配 跟木最搭配 同学们如果你们去旅游 去山间旅游 你看到哪个清澈的小溪旁边 是一些大烂泥呢 不可能对吧 它都是长着树木的 所以树林里面 这个异象跟小溪流最佳搭配 所以在我们的巴子里面 有一种就是形容 他们这种漂亮格局的巴子 叫做水清木华 或者是水木清华 都可以 所以它的意思就是说 既然我已经是一条溪水 我希望的是什么呢 就是希望就是我跟木来搭配 树木长在我岸边 然后来巩固我的河堤 并且能给我一种就是 就是稳定我的河道生态系统 所以这个水木这一系列 是非常非常搭配的 那花生与它的八字呢 这个月令跟日芝 这个就是月令 还有就是日芝这边 这两个东西 银跟锚 你看到的就是木 所以如果不懂八字同学 我给你标注一下 这是一个木啊 这是一个木啊 那它这是一个水 然后这是一个土 这是一个金 然后这是一个火 差不多这样搭配 如果你去看我的公众号呢 我在八字奶瓶入门帖里面 给大家讲了 这个我们的坐标原点是在这里 这是我们 然后但是这一颗星呢 我画一颗爱星 这个位置的这个元素呢 就是叫月令 它就是我们的小班长 如果你把八个字全部 抢成一个班级的话 大家排排坐 你的座位在这儿啊 然后这个东西是 班长是统帅大家的嘛 它非常重要 它的位置在这儿 那么请看 华真宇 它的这个班长位置呢 就是一棵荧木 这是一棵大树 所以呢就相当于 它就是一个树林里面的小溪 它的核桃生态系统 这一套走得非常非常的顺 它就是一个水清木滑的八字 所以呢 有了这个画面联想之后 我们再想想看它最怕什么 这种小溪肯定最怕什么呢 泥石流嘛 最怕山崩土崩 那些土掉进水里面 然后就变成了什么呢 小溪就浑浊了 所以就记着哈 就是基本上 水清木滑的八字系列 我们总体你要有一个 脑子里有一根弦 就是他们不太喜欢土 先记住这是一个知识点 但是 久了这个之后 画面有了吧 对不对 然后我们来讲讲它的感情 这个小溪流呢 是这样的哈 作为男生的话 如果你是个小溪流 鬼水作命或人水作命 你的感情就是火 所以你跟你的感情之间就是水与火之间的这种 就是 怎么讲 交相会应吧 对 就是它可以是日光照在你的这个小溪面上 也可以是在你的溪边 就是燃起来一个篝火 柴火 怎么样的火都行 所以它就是水火之间充满激情的这样的一种结合哈 然后它的八字有没有火呢 它是有的 在这个位置 所以这个地方的这个 如果我们把它当成一个班级来看哈 它坐在这个位置 它左右 这是它同桌嘛 对不对 然后它的旁边的是隔了两排的同桌 稍微远一点 但是也存在着 也在这里 所以它的这个关于 它的爱情在这个地方 隔了两层 它依然在 在这个地方呢 请注意哈 这个叫粘柱啊 粘柱的 如果我们把它想象成一个空间关系的话 它就是从外往里走 是越来越往这个内心 一个人的粘柱 就是一个人的 说白了路人员 它在外边的表象 然后走到月柱 是它的业务能力 然后再走到里面 是它的感情 私密的关系 走到最里面 就是它留给自己 最深层 最深层自己的感情 我们是看不到的 所以我们能看到的 就是什么粘柱 它粘柱有一个这个 关于爱情的星星在这里 这个东西就是叫它的财星 发子里面的财星呢 对于男生来说 既是钱啊 但它也是感情 这颗星是一颗偏财星 它带来的感情 是属于那种 哎呀 纯走星 你知道吧 还不带一点功利色彩 如果是正财星的话 它选女人 就是会选成一种嫌弃男母星 或者是 这样说也太侮辱别人 就是靠谱的 就是我就是奔着结婚去 但如果是偏财星 这个男生 他都是笨着 就是爱去的 所以呢 也比较容易扎 是的 偏财星 大家就记住 偏财星在年干的男人 就是风流潇洒 讨人喜欢 如果是你们去块里面的男朋友 如果他的财星 特别偏财星 在这个位置 在年干的上面这一排 他就是一个 所有女生都会喜欢的 因为他是表现的 会非常的讨喜 然后他会比较大方 他对女生彬彬有礼 他会送女生回家 他该有的礼数 全部都有 这就是偏财星 在年干的 就是这个男生 但如果在年支 就是下面这排 这个位置 跟华春雨一样的话 你们就是 很吸粉 我觉得你懂吗 就是你不会 他不会很明显的 会去帮别人拉椅子 或者送别人回家 天干上是会表现出来的 我的大方 我的大气 我的潇洒 我的温柔 他地质里面是一种 略闷一点点的骚 但总的来说也是 首先就是 在跟异性相处的时候 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因为他有的才华 然后也非常的 就不抠 偏财星的男生 从来不抠 而且特别是在年支 所以我觉得 他是有一种 我觉得稍微 含蓄一点点的吸引力 但是依然 就是他追 就是在感情方面 他追求的就是那个 就是fire 对就是不势力 不公力 这是正财男 跟有正财星的男生 跟有偏财星男生 非常大的区别 正财星的男生 就会相对的 在感情里面 会冷静很多 然后会计算很多 计较很多 OK 好 然后呢 我们来巴挥他的感情 他的感情心在这里已经有了 不然像是一个 站在他的门户上的一个 招摇的旗子 他这个旗子很容易 跟起 就是把人吸引过来 所以他的门户上 已经有了吸引女生的心了 然后呢 他 我就直接跟你们说 他基本上从2013年开始 连续好几年 肯定都是有恋爱机会的吧 我们从2014开始算了 2014年是个假五年 那年就是木火特别重 所以你就这样想 他这个火星啊 站在这个我们叫门户网站上 在他的门户上面的话 如果留年再来一些关于火的年份 他就很容易什么吸桃花 这种桃花可以是他的粉丝的 因为他主要是女粉丝嘛 对吧 我说了这个火 在他的巴子里是关于感情 或者是爱这种东西 那么男明星啊 他有财心这件事情 我待会会讲啊 就是帮他吸粉丝的 所以他2013 14 15 16 17 那几年连续走了 五年的火运 所以我们来回想一下 他的发迹史 他应该是2013出道的吧 我没记错的话 然后2014走的话 少 然后2016 17做的歌手 就是那几年连着非常强 所以呢 他的运走的非常的优秀 那别忘了 他的女粉丝多 他的这个感情也会多 这是一件事情 所以他的23 24 25 26 27 对不起 13到17 这几年的时候 他的感情都不缺 都是有 其中的话 我讲2014的这个是 比较能够沟动他心寻的 还有就是2017的那个女生 所以我不知道 1415和17这几年 他是在跟内 为你们一心一谈谈 这个是你们去八卦 I don't know 据说至少有两个 所以但是如果你们能够 有幸扒出来 他到底是2014那年 和2017那年跟谁 比较有交集的话 那个人是他最爱的人 Yup 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扒他的感情 就是这样子 然后很不幸的 他2018年就要走进一个岁韵 我刚才说了 他的这种水清木滑的八字 这样的一个三间小溪流 是很怕水的 对不起很怕土的 所以2018年是一个土 非常非常重的年份 那个是乌序年 我看着 我帮他捏把汗 那个2018年 他应该是 就是有极大的 极大的这个心理压力 他 就说他想跳楼 想自杀也是可能的 因为确实 我在看吧 他的好朋友说过 他2017到2018那段时间 好像分手之后 非常的郁闷 还有段时间 关在家里是不出门的 你们是他的粉丝 你们应该可以去看一下 哪段时间他消失过 肯定是2018 那一年他非常非常的衰 就是因为他这个山崩地裂的 这个土造成了泥石流 他是非常怕土的 然后2018年好像 他跟他的经纪人 还是他的粉丝 跟他经纪人 还撕逼 疯狂撕逼 就是有了官司之类的吧 什么天鱼事件 所以他这个八字非常怕土 然后2021年就是个土年 所以他今年估计压力也略大 但是不会比2018更大了 他是可以的 不要担心啊 然后这是关于他的感情 所以大家去看一下 对吧 2014还有2017啊 去回去吧 然后接下来的话 我想讲的一个知识点是 石神三观 对于明星的作用 还有财星对于男明星的作用 其实看明星的命盘呢 并不能给你们带来非常多的 关于看其他行业的帮助的 因为他们这个行业非常暴力 无论是身强身弱 无论喜极用声是什么 他们永远都是在走石上运的时候 让我们看到 让我们觉得好像他这年很成功 好像他这年拍了很多戏 以及好像他这年发了 因为石神跟商官这个东西呢 他就是一个人的自我表现的渠道 所以他如果走石神跟商官这个运的时候 他就是 他一定会自我表现 机会变多 他变多了才能让你看到嘛 对吧 他发了新歌 他上了综艺 他的人气才爆款 对于华晨宇来说 他是沐运 就是他的人气爆款的时候 他的石上运 所以201415那两年 是沐走的最猛的时候 那两年也是应该花哨嘛 出来 然后之后 他一些选秀节目出来的时候 所以明星命盘就是这样子 基本上 我讲了这个 五星的我也讲了的话 他就是一直在走石上运 所以他曝光度一直够 他永远有曝光度 像华晨宇的话 他自己的本身石上就很重 石上什么东西呢 就是我这个元素去生出去的元素 他是水对不对 他生出去就是木 所以呢 他这个元素就是他的石神上官 本在他发自己就非常多 有两个木 你看这是一个木 这是一个木 看到吗 他就是又有石神又有上官 所以他这个盘里面 就是老天就赏了他饭吃的 本来就有 再加上呢 还有一个更好的事情 是这个韵 他2009到2018年 这十年走了一个庚晨运 庚晨运的这个晨 这个晨这个东西 汇哥银以及锚 然后他们三个就连 会成一个 引动一个化学反应 叫做 就是 就是会合出一个银锚成的木具 所以就是 他的那十年的话 木是非常非常多的 就是因为这三个元素之间 会有银锚成会进行一个 那个 三会 然后就变成这样一个木具 所以那十年总的来说 他的石上非常非常的多 然后时尚多的时候 人气就高 这十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优秀 然后他2019年转的大运 然后转进去 2018年转的大运 对不起 转进的是新四运 新四运的话 他这个木具就消失了 会差一些 但是呢 新四运呢 是火运 其实我就想讲 我给你补充一个 男明星除了看时尚 还要看财星 就是 这个财星我刚才说了 是关于他们的 love 是桃花 是女生对他们的喜爱 是他们在女生眼中的魅力程度 所以呢 他走火运的时候 也是会非常得路人缘 非常有人喜欢 因为他本身也 门户上 我说了嘛 就站着一颗火 就站着一个火 他本身就是找女生喜欢 然后如果是在走大运流年的时候 在走上火运的时候 也会是非常好的 至少有无限的死忠粉会跟着他 他接下来的这个新四运 也是一个火运 也是很好的 这个 所以大家 我其实想说的是 我如果以后做名人命盘 我们其实都是会 track时辰跟商官 这个对于我们普通人 有什么帮助呢 就是我们要看一下 是我们自己的职业 是不是需要我们 去展现自己 然后去 有一些舞台 有曝光度的 如果你是比如说销售 然后你是公关 然后你是这个 视频制作者 然后你是 咨询销售等等 你需要更多的曝光度 让更多人知道自己 或者你也像他们一样 你是个主持人 写作者 你需要你的作品 被更多人看到 反正所有需要桃花 打个引号 或者是说人气 的这样的一个职业 你都要track你的 时辰商官 这两颗心的 因为它就是 自我表达的区道 你让别人看到你 你才有机会 这个是一个知识点 所以不仅是明星 如果你是这种 曝光型的工作的话 请你也看看 自己的时辰商官 看看圆盘有没有了 老天有没有给你饭吃 圆盘有一颗 就很不错了 有两个 你就是有 就适合吃这碗饭的人 那如果流年大运 再走上时尚运的话 就非常好 但是注意呢 时尚运 它不是没有代价的 时尚跟商官这种运 我说了是 自我展现的一种通道 说白了 你是在系号自己 去展示给别人 它是一种 耗损自己的运 它就是把自己的东西 自己掏空 去说白了 取悦别人的 无论是你的客户 你的粉丝也好 所以它并不是一个多么滋养自己的运 所以呢 明星他们也都很倒霉 他们走时尚运的时候 走得越猛 他们的自己这个 自我泄耗的这个压力就越大 所以他们自己就是越来越空虚 肯定的 所以呢 这个 很多他们的精神问题 也来自于这种 时尚的这种型的人格 因为记住 时尚型的人格 说白了 本质就是取悦型的人格 它就是表演型的人格 它的就是 灵魂深处 就是要取悦 就通过表演自己 去取悦别人的 挺累的 你知道吧 所以呢 就是还是要好好注意身体 如果是你们时尚型的 又走了太多时尚运的话 好的 这是第二个知识点 第三个知识点 就是关于这个 性格的表里不一 我也教大家看一看 你们自己看看自己的盘吧 就是呢 你的这个八字可以 就是八个字嘛 对吧 你可以把它分成两排 这样分成两排 从上面这排 跟下面这排 上面这排 我们叫做天干 然后下面这排 我们叫做地支 然后这个天干 可以是什么呢 你这样理解 天干是你的 也是表现在外面的性格 比较能被别人看到的性格 不管是你想不想表现 反正别人都看得到 你上面这排的这些性格 那地支是更是什么呢 地支是更是你自己 内心的一些野心 你的欲望 还有你自己 留给自己的一些执念 是别人不太容易察觉到的 所以我们对自己的认知 永远跟别人对我们的认知 是不一样的 那华春雨这个盘呢 那无星那个盘 去看那个视频 那个就是更是表里不一 更严重 它天干上全部都是一些 特别正直的心 它地支里 全部是一些特别叛逆的心 就是那个无星 但我们来看华春雨呢 他其实也是这样子的 他天干这颗心 这个东西是它的正硬 正硬 然后呢 这颗心叫它的正观 我写到这里好了 这个是个硬心 然后这个是颗观心 然后所以它天干表现出来的性格 能让我们看到的是观心与硬心 这个硬心这个东西 基本上什么呢 硬心它是属于一种无攻击性的心 它就是一种雷达打开 去吸收外面的心的知识 去听取 然后去往里面 往我自己脑子里和身体里灌输 所谓的营养的一种心 所以它是一种不是表现性的 然后再来呢 它还有一颗正观心 正观心它是一颗很要脸 很要面子 很有责任感的心 它非常在意别人怎么看它 所以不会做出low逼的事情 所以它的天干 就是这样的两颗很乖的心 硬心是很乖的 黏住这个地方 站着硬心的人 没有讨人厌的人 基本上 就是你如果真的认识它的人 或者是它的表现 它不会是咄咄逼人的人 这个是非常的那个 非常明显的一点 那个马云也是这样的 马云站着两颗硬心 所以就是给人感觉 就不会是非常的 就是嚣张啊 或者是要我扬威啊 这种 比较会有路人员 然后关心的话 就是你通常会比较端着一点 很要脸很要面子 比较在乎别人对它的看法 所以它基本上 表面上给的就是这样子的 它应该是比较沉默一点点的 然后比较温顺一点点的 但它内心非常不一样 它内心这是一个财心 财心我说了嘛 是爱的强烈 然后就是欲望型的一颗心 然后这两颗心是它的实神跟商官 实神商官是自我表达型的 追求自我价值的 然后要让自己的这个生命燃烧的 非常有价值的两颗心 所以呢 它地质全部是一些很狂野的心 实神商官财心都是这样的 就是自我的意识 自我主见非常强 非常做自己 然后同时爱恨非常强烈的一颗心 有财心 其实我觉得偏财心的男生 是可以做得出来为情所困的 正财心的男人不太会为情所困 所以这个是非常 我觉得这几颗心都让我感觉 还用我的话 我经常说这个人比较有灵魂 这两颗心不太有灵魂的 下面的比较有灵魂 所以它的性格反差也是非常大 它就是表面上非常没有灵魂 然后比较木耐一些 会听 嗯好的 OK我知道了 我也会这么做 我内心叛逆至此啊 就是就是 Young forever 就是这种感觉 他内心好多好多的火焰在燃烧 嗯 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我恭喜他哈 他这个八字没去当个上班族 要不然他死定了 就是天天会觉得非常 因为他的表面的这种 无攻击性的心 还是挺容易混职场的 不是混不下去 他内心但是难受嘛 他有很多空间想要自我表达 所以非常幸运的 他有了自己的才华 然后 而且把他自己的那个路走到极致 我觉得这点非常好 但是他的 他天干的这两颗心 依然在坏他的事啊 就是如果他全部纯粹是那种 fire 或者是全部都是食伤的话 他这个人就是 嗯 会做任何事情都 于心无愧啊 就是做自己嘛 对吧 我不用 我不用怕别人怎么看我 但他都盘坐不到 他还是很介意别人怎么看他的 他特别特业 特别介意别人怎么看他 然后他特别希望有好的路人员 所以呢 这点我估计会是他郁闷的很大的一个根基 好的 这个盘子讲到这里了 你们还有什么想补充的呢 我知道你们很多人是他的粉丝 所以知道他的时间 我也看过他的粉丝上给他订的时间 我是实在订不出来 嗯 不是生食就是喂食 那两个 那个食材他会差太多 我对他太不了解了 我我本人本能的觉得可能是生食的 因为他实在是攻击性比较比较 比较弱一些 比较像那个时间的 嗯 但是I don't know 所以呢 嗯 如果你们有谁有比较确切的心盘的话 也可以留言给我 去我的猪猪精水的公众号 可以点赞看给我留言 有什么其他想看的明星盘 OK啊 我最近听到周一维被点名 是不是 周一维 我先追追他的剧好不好 我看了眼他的样子 好像还是有点帅 为什么你们要说他油腻啊 我怎么没觉得呢 我去研究一下好不好 OK 那给我留言吧 YouTube的同学可以直接给我留言 我在YouTube上比较多 嗯 然后我的公众号上面的同学 当然就是更加欢迎啦 你在朋友圈也可以给我留言的 嗯 好的 祝大家吃瓜愉快 拜拜 拜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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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